大家好,这个星期跟大家跟进一下 现在不知道发生了未,但有些人觉得可能不会发生 究竟是说什麽呢?就是每年到七八月期间的北戴河会议 今年到今时今日都未有声气,但亦都有一些人说 北戴河会议很多时候开完之后才有消息漏出来 今天跟大家透过现在的北戴河会议里面的虚虚实实 然后跟大家观察一下现在中共高层的政情,究竟应该怎样看 很多人问究竟有没有开道,或者今天开的内容是什麽?今年 或者很多人说早前习近平不是卡住李克强 跟着李克强用很多种办法透露很多信息出来 就是习近平建平台,李克强就拆台 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这些话题其实是反过来 去看另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先 就是什麽呢?就是即使北戴河会议是按往年召开 但是其实北戴河会议里面的意义已经没了,为什麽呢? 我们不妨可以回顾一下,即是胡锦涛年间 以至江泽民,以至更早期的北戴河会议 甚至上是习近平上了台之后,他都举行过北戴河会议 那时候是怎样开,跟近期的时候又怎样处理呢? 完全是两回事来的 北戴河会议,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北京很热 整班中共领导层去了北戴河 一面度假,一面照样办公事 所以北戴河就叫做夏都 但是每一年去到北戴河那段的期间 其实就是超出了一些平时开会那种内容 是用其他方式来开会的 有一些是怎样叫呢?那些叫做神仙会 神仙会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没什麽idea 大家发现有什麽问题也好,对某个问题有什麽看法也好 其实是什麽都没有的,是空的 既然是神仙会,大家坐在那探杯茶 然后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大家所谓的碰撞一下 看可不可以碰到有些东西出来 这个神仙会就是往往是中共很多的决策 开始孕育的时候的一个内容 但是是没有agender的 你究竟天花龙凤,风花雪月,讲什麽都可以的 但是这些会其实也是中共高层互相观察 你说宫廷政治就是这样的了 既然没有agenda的就是你讲什麽,我讲什麽 很可能有些人抛一些说话出来 其实又引一下你看你的反应 这些就是宫廷斗争或者宫廷游戏里面的一些互相试水温 所以大家叫做神仙会 另外一种来讲就是叫做冒虚会 冒虚会的意思是怎麽呢?就是说大家摸到对方有少少的底牌 可能这个阿甲和我的看法是比较接近,阿月的看法和我是不同的 就开始知道在某一个问题上大家的界线或者倾向是怎样的了 于是同声同气的那些,大家到家嘛,到处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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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会有一些小圈子出来了,另外阿月和我不太是对的 他可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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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另一个小圈子出来了 然后大家今天要� entails谁去饭 翌日又是跟rict them one交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小型的会议 开始大家有一点想法 于是将自己的想法摆出来 这些内容不实在 所以就叫做无虚会,所以大家不明白中共会议的性质的时候, 有时被它搞到乱了,究竟哪些会议是有实质内容,哪些会议是没有的, 就不知道了,就看看它们内部的游戏玩成怎样了。 大家碰完头,搞完神仙会,无虚会之外来讲, 跟着那个就叫碰头会了。碰头会究竟是什麽会议来的呢? 如果这个碰头会是重要的,很可能就是把它列为一个正式的会议。 但是刚才讲过,甲有个圈子,月有个圈子, 大家碰一下碰一下的时候,又不知道合不合的。 所以开完无虚会,大家跟着碰头会的时候,就开始是有碰撞的了。 这个就是两边是初视锋芒,自己抛一点出来,你又抛一点出来。 未到埋牙阶段的,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初怒的真章了。 你见外国有时你说开会,都是这个党开,那个党开, 跟着就拿到国会或者议会裡面交锋。 中共大家都知道全国人大的会议就是一言堂来的。 所以它原来交锋的过程,就是在这一类内部不作实的会议裡面, 这些才是殊死战。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过程, 你就知道究竟北大河会议的性质是怎样了。 好了,大家碰完头了,未到埋牙的。 好了,跟着,如果是开始有一些重大的决策的时候, 你要有正式议程了。曾经在北大河那裡举行过中央的, 譬如说政治局,有时是可以扩大会议。 变成了大家如果在凤头会裡面有得妥协的,就没事了。 如果没有得妥协的,于是在那些正式的会议裡面, 这个会议是硬碰的。我举个例子,1988年, 在北大河会议裡面,当时邓小平讲闯物价关, 闯到头不压裂。那时候通货膨胀, 是曾经试过短时间裡面是双位数的。 而且整个80年代裡面有三起三落的。 搞到那些人真的拿着那些人民币,都不知道拿来做什麽。 于是在1988年的北大河会议裡面, 大家可以各自去斑马,然后在一个正式会议裡面去碰撞。 这个正式会议,如果你说列为议程,就是中央的政治局, 或者中央的扩大会议等等,你都要有个名堂, 然后这个内容是列入正式的会议记录, 最低限度你都要公开一部份的内容。 但是那次的会议很奇怪,是又没有列为正式的会议, 但是大家谈出来的结果,又成为了正式执行的内容。 你说乖不乖?北大河会议那些内容。 其中就是讲到闯物价关的时候, 当时负责最高的赵紫阳、总书记。 当时他执行邓小平的指示闯,结果闯到头不压烈。 另外一个,当时的总理李鹏, 就趁这个机会插赵紫阳几刀。 到了最后,其实似作俑者, 拍板说闯关的也是邓小平, 到了最后,邓小平看到闯到头不压烈, 又不可以不收,于是就牺牲了赵紫阳。 在那次的会议里面,就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就由李鹏去取代了赵紫阳。 大家看看,原来北大河会议里面, 神仙会、戊虚会、碰头会都不会刀光剑影的, 不会斩到脱皮脱骨。 但是一去到那些真是埋牙的会议里面, 它又不是正式会议,是议程来的, 接着就看看哪个人就是重箭落马了。 所以,刚才讲的那麽多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党内都算开放的, 容许大家意见碰撞,然后搞定了,开门, 讲个政策,这些的脑震荡都可以说是重视重矣的。 但是如果是这一类这样的内部碰撞都没有了呢? 那你说北大河会议还有什麽意义呢? 大家可以看,现在的北大河会议, 以至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北大河会议, 没有了这些意见交锋。 连内部大家去讲,我对这个意见是这样, 那个意见是这样,全部没有了。 尤其是习近平讲的,不可以妄议中央。 你一讲完这个之后, 全党、全国一片虾着无声。 究竟下面有什麽意见呢? 不知道,因为不敢讲出来的。 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你再开北大河会议有什麽用呢? 你倒不如在北京开,一样而已, 因为你习近平是一言堂的。 另外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为什麽我说北大河会议过去都有用, 现在即使开了都没有用, 就是每年的北大河会议, 不多不少都找一批民间的, 相对民间的专家、学者就同样去北大河会议里面, 就是你们辛苦了,去度假了。 这个是一个荣誉来的。 每年哪些人被他选中去到那些, 哇,真是新光颈亮, 出来的时候来讲都升价十倍。 同时去到这些会议的时候, 这个中央领导人当然要接见一下。 以前江泽民、胡锦涛的年代, 还会是请专家和领导人上课, 是吧?开一些会议大家给一下意见, 虽然影响不了中央的, 但是你都算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后来还发觉,获邀去北大河会议那些专家学者, 以前还有一些,譬如经济专家, 或者一些社会学的专家, 然后回到北京, 又会久不久以前胡锦涛的年代, 差不多两个月就开一次这些专家的所谓领导学习会。 的话题可以不同的。 以前还有这一类,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北大河会议有没有,或者找一批专家去到, 去到又真是,你说游一下水,度一下假。 但是这个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你的决策去吸收各种意见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没有了刚才那两样东西,你说现在即使开北大河会议, 真是没什麽用的。 再看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它不去北大河会议开, 在北京开,都一样的。 就是习近平已经掌控了所有的决策了。 这裡我刚才提到, 它以前在北大河会议里面那种找专家来聊天, 给意见那种做法, 后来带回北京。 于是在北京都有定期的专家会议。 后来就统计过了, 以前仍有些社会科学的, 以至曾经是讲过政治改革的会议, 就是专家来讲。 后来越来越少了,结果出现了什麽呢? 讲的就是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你说讲基因排序, 或者讲现在的上天、火箭、GPS等等。 老实说,你找他们来, 等着领导人听下,没问题。 但是这些领导人究竟有多少是明白这些自然科学的东西呢? 当然,你说作为一个宏观的来看, 他们都要有个感性认识感都可以。 但是后来就发觉了, 我刚才讲的那些社会学者那些来讲, 基本上无理由政治改革, 现在看回那些的记录, 国内都有公开的, 国内曾经试过是由这些专家学者, 他们将他们和领导人讲过的那些东西, 缺录。 当然,算是所谓机密那些全部剪掉了, 那些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麽。 于是,他们将它汇总成为了, 一个对外的,你可以买的, 即是一些书或者什麽。 后来发觉在胡锦涛年代, 能够找人去讲一个敏感些的政治改革话题, 是这麽多次里面,有多少次啊?一次。 当时是前后有16次,即是那些文件里面, 即是那些公开那些,16次的中央学习会议, 只有一次是讲这些社会政治改革等等。 你说中共高层究竟有多少是吸纳这个的重视重矣呢? 即是说,第一,他不敢碰,也不想碰。 你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来提一些意见, 其实也是当耳边封的。 所以,过去北大学会议是一个开放, 即是相对开放,跟着集思广益, 跟着又将这种风气带回北京。 那结果现在呢?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一类的讯息出来呢? 没有的嘛。 好了,大家看完了那个北大河会议, 究竟现在的质其实已经是变了。 具体讲,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举行到, 或者举行了未公布,或者不公布, 这些完全是没有固定的规矩的。 这些其实过去就有政治规矩, 现在规矩就是习近平一个人说就是了。 所以放在眼前,即使北大会议会议有开或没有开, 究竟重点是怎样呢? 我们从各方面的观察,我觉得无论在北大河或北京开, 其实重点是不外不离开三个。 因为太多就等于没有重点了, 其实最主要是三个。三个就是, 我稍后再讲过先后次序, 因为有些放在眼前一定是重中之重处理。 但是如果从那个性质来讲, 很可能是排在后面那些是重要的。 所以什么先后次序呢?其实是因时而矣的。 第一个,当然是要谈现在的中美关係。 中美现在摆到出来, 就是美国开始认为中国是不断追上, 所以美国现在虽然外部有很多问题, 自己的疫情又搞到乱七八糟。 跟着就是那个选举, 其实现在美国人就讲了,很可能两个都是烂橙来的, 即是特朗普和拜登, 只不过选谁没有更烂的意思而已。 所以它里面都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但是看见中国这样不断上升的时候来讲, 从美国角度就不能够再给中国上升。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大家看到是明显加大的。 所以中国现在就要怎样去回应了? 我稍后会专门再讲这个中美, 尤其是大家看到就是习近平最近都提升了一个上将, 是火箭军的。这些来讲是涉及到对外的一些武装的准备。 所以北戴河会议也好,北京谈也好, 今年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在余下的时间裡面, 跟着出现的,究竟对美的政策究竟是怎样。 粗略的一个来看就是说, 对美国过去就是割肉去养敌人, 让敌人对自己不要那么大压力, 就一下子吃光,然后买时间。 究竟现在这个策略还行不行呢? 我想中共高层就一定会去谈这个问题了。 第二样东西会谈的就是眼前面对经济危机, 天灾人祸。这个人祸可以是中共高层做的人祸, 亦都可以是地方干部做出来的祸。 但是你面对这样,无论是天灾人祸, 损害的都是黎民百姓。 而黎民百姓呢?中国的特点就是说, 可以承受,那个承受力很强, 但是承受得差不多都会爆的。 现在观察着很多地方, 就是那个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 你看看,大水一定很多地方粮食失收的。 而这个国内都讲了,全国三十个省市区等等, 不计港澳台那些了。 有27个是受灾的,厉不厉害? 所以面对现在习近平, 他较早时候都去了吉林那裡去视察, 看什么呢?看粮食安全。 这个姿态,大家就会看到, 粮食安全,中国不是说, 我没有半年的粮食境界线, 是吧?用不怕啊? 但是如果你处理得不好, 这些数字够半年吃, 够半年大家吃得饱, 还是够半年大家紧紧吃得饱, 还是说好像农村里面, 只是食物或者食米, 没有其他杂粮的。 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去作一个等同观察的了。 所以第二个一定会谈的就是, 现在那个天灾人黄, 经济下滑, 会不会引发民乱? 这个民乱往往是中国历代封建, 王朝转变, 那个契机也好, 转折点也好, 什么都好。 所以这个就一定要去计算内部的稳定了。 所以北戴河会议也好, 北京也好, 一定会谈这些问题的。 第三个怎样呢? 不会正式谈, 但是一定会慢慢慢慢在铺一些迹象出来。 这个又怎样呢? 就是为2022年年底的二十大, 这个就是习近平寻求第二度连任的。 在这段时候里面, 就要想办法排除困难。 我过去已经分析过, 胡春华这段时候突然间是没有升的。 他其实就是去接习近平的班, 是错的。 大家不要以为他真的会接习近平的班, 但做总书记,不是的。 只会是接李克强的班。 就在这段时间, 北戴河会议说开不开或有开不开之间, 最近有一些动作就出来了, 就是李克强。 李克强,大家在外面观察, 李克强这样跟习近平一起? 不是。 李克强现在唯一做的是, 他绝对挑战不了习近平, 但是他一定做一件事, 就是要自己保护自己先。 这个自保是两个含义的。 第一个就是保证自己任内, 现在到2023年, 人大换届,还有约磨是三年时间。 李克强一定要保住自己, 不要出事先。 如果一出事来说, 什么锅都放在他那里。 你看看, 他现在就是中共中央应对疫情的小组组长。 如果到时有些什么, 现在大陆的疫情翻覆, 大家不要相信官方的数字。 我们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数字。 正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官方的隐瞒, 以至到后来他说疫情搞定, 但是现在又再爆發。 大家已经对官方的数字, 觉得基本上是不信的。 所以如果这一只锅, 又放在李克强那里来说, 是很容易, 而未到2023年, 已经可能是一声要下台了。 李克强自保的第二个含义是怎样呢? 就是2023年, 即使给你平安度过, 平稳下台, 但是会不会你下台之后, 再秋后算帐你呢? 因为中共很多时候, 你要转移视线, 尤其是转移最高层的责任。 就一定会出现了, 我经常所讲的, 上要赦责, 下要成责。 上, 最大的当然是习近平。 李克强相对于习近平, 就是下了。 到时经济上出现很多波动, 你以为习近平会有什么非吗? 是吧? 所以, 这些就令到很多人开始猜了。 李克强最近有些动作, 其实都挺有趣的。 第一件事, 他就不断, 刚刚在人大的会议里面, 他不断透露了很多数字。 中国人现在真的一千元, 那个月入, 其实很多人的。 不断爆了这些数字出来。 究竟他是说漏口, 还是故意说出来呢? 又不知道。 最近李克强地摊经济不准说, 于是他就不断去说小店经济了。 小店经济, 即是说不在街边的, 是进了屋里面, 有个小店的。 这个讲完了之后, 你骂他又不是, 不骂他又不是。 但是再看中国的数字, 就是小店经济在这个疫情出现了之后, 是大幅下滑。 大幅下滑。 因为没有最新的数字出来, 但是你只是看国内的公司登记或者取消, 以至是没有营运的。 因为很多你都要每年是要报仗, 2019那个就要报了。 2019是全年中美贸易战打到残的。 跟着现在上半年的数字, 又出现了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倒闭, 或者没有营业。 李克强作为总理, 他一定要告诉大家现在形势。 所以有些人就说, 你这样是不是拆习近平的中国梦的台? 不知道。 但是总之一句来讲, 这个一定是李克强要自保, 然后绝对不能够挑战习近平的。 所以我们这样分析, 不是说帮谁踩谁, 而是说现在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实力对等的斗争。 现在只是一个攻防战, 这个防主要就是李克强了。 而攻就视乎习近平他有没有需要。 如果他现在仍然是位置那么强的, 他无需要攻, 他只需要用时间减低各方面的威胁。 而如果他看到李克强根本不可能威胁他, 现在其他几个政治局的常委, 你说排第三的是栗战书, 栗战书已经借了, 而且他也没有得连任的。 接着汪洋, 汪洋最近他搞扶贫工作, 已经是要给他多少少曝光, 因为今年是扶贫的所谓收官年, 习近平一定要找汪洋出来帮他抬轿。 但是汪洋负责政协的工作, 现在没有了。 其他的那些除了王滬宁之外, 跟习近平是比较走得近的之外, 其他赵乐际、韩正全部不可能构成习近平的威胁。 这个就可以看到, 在整个中共的高层政权里面, 暂时可以看到, 没有人去威胁到习近平。 现在唯一的就是, 可能习近平自己害怕那头。 害怕那头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把安全系数提到很高, 反而可能会压出一个祸。 怎样压出一个祸呢? 就是说,如果他将精神放在解决民生事件各方面, 民怨就不会那么高。 如果他的精神放下去, 保住权位,又怕这样、怕那样。 在香港,他又怕人家来, 不知透过香港来分裂他, 于是搞了国安法, 跟着引起的全球主要很多国家都针对中国, 令到他自己本身是疲于不明。 往往乱的来源, 就是来源于内部的。 所以看见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预视着, 有没有北戴侯会议都好, 刚才讲的那三样东西, 是一定会谈到的了。 或者会抛砖引辱, 去试探各方面的反应。 在习近平眼中, 当然刚才讲的第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来挑战我的位置。 在其他领导人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说是要负责对外的, 当然觉得第一样东西, 中美的斗争重要。 其他那些来讲, 当然觉得第二样东西, 经济民生重要。 所以我刚才讲, 没有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的。 问题就是你自己是怎样去对待, 心放在哪里, 是这样而已。 好了, 讲完北戴侯会议之后, 其实重要注意的是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中美那方面的明争暗斗, 下一步会怎样了。 这里可以分成另一个话题, 再跟大家分享。